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一下黄金师老师 你接触这么多 就是什么样的教育跟互动方式 会让孩子 他不觉得他有错 他真的他天生就觉得 爸妈你的一切 以后都是我的 而且应该就是我的 虽然说现在时代已经改变 可是还是世代夫的观念还是在 就是万般皆下平 唯有读书高 所以你只要能够读书 乖乖地跟我读书 那么什么你都不用担心 你所有的一切 爸爸妈妈都帮你想好了 都帮你安排好了 所以孩子就认为说 我就是把书读好就好 那书读不好也不过如此 那读得好 那就应该给我更多钱 而且呢 父母亲对于会读书的 比较乖的 他有时候就会比较偏心 他对这个比较调皮或叛逆 他有时候就会数落他 真的真的真的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不一样的那个对待的态度里面 也是会产生兄弟姐妹里面 会心里有疙瘩的 他会认为父母亲比较偏心他 那么对我哥哥比较好 那这个做弟弟会先想 对啊 那么我为什么要乖 反正将来就是大哥的比较多 我比较少 那如果真的将来的遗产拿的 又比较多比较少的时候 他当然那个愿就更大 在国外的他有一个教育的方法就是说 让孩子独立 可是我们是没有让孩子独立 因为父母亲放不开手 我英国的一个朋友 我去他家的时候 他们的房间 有一个房间他就介绍介绍介绍 外国人喜欢介绍 你他的家啊 房间啊 百事啊什么 有一个房间他就不介绍了 为什么 因为他租给他儿子 租给他儿子 对 然后我就很好笑问他说 租金还好吗 行情价吗 他就说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呢 他呢 他那个他儿子呢 他们就在门口只是没有挂说 母亲与狗不可以进来 但是他就是挂一个牌子就说 就像我们饭店 你不跟他起务打扰 就会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我就问他 他就真的租他 所以他就真的收他的钱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我们台湾的父母亲 基本上不会所谓的 请勿打扰吧 不会 绝对是门就开进去里面了 给你看东看西 你看我们当父母亲的时候 我们不做榜样 然后我们现在学外国人说 哎 你的要独立 你妈妈其实就不 你不能管他哦 你甚至不能够看他的隐私啊 什么都不能管哦 就是一般的房客哦 你要把你儿子当作一般房客 其实台湾的父母亲是做不到的